詞曲 李宗盛 《中文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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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我是程熙 来自澳门 现在29岁 我现在在恒情这边 担任一个志愿警察 这样的一个工作 还没有到21号啊 因为 以前小时候看的比较多是TVB的职业剧 什么《拖枪师姐》 《新杂师妹》这种都是将警察职业的 所以那时候就觉得 原来女生做警察也可以这么酷这么帅的 所以我就自己就很有兴趣就去报名了 很幸运的也选中了 我是在2020年8月的时候 加入我们恒情分局的这个志愿警察的 澳门中队里面的 现在我们澳门中队应该是有17个人 里面参加的这些志愿警察 都是我们来自澳门的同胞 据我所知年龄最大的应该有40多岁到十几岁的 就是上学到上班的这样子的年龄阶层都有 我们目前参加的比较多的就是可能在社区 或者在一些大型活动里面 去做一些执行安保类的一些警务工作 那么在出勤的时候我们也是需要全副武装 就是要穿我们的制服 这是我们志愿警察澳门中队的一个秀章 就是我们特有的 专门有比如说我们知情平时会用的颈棍 然后还有一些手箭筒 然后像这些号码就是我们自己选择的 但是会看到前面会有我们看我 就是代表是澳门中队的一个 第一次正式地穿上那套制服 心里应该是一个很兴奋的状态 那些颈灰那些贴在自己身上 穿上那套制服的时候就觉得特别地 有使命感 有责任感 就是穿上那个装备我就必须站得特别直 停得特别直这样子 我们志愿警察不是说是真正的警察 其实应该就是志愿者这样子来解释 但是那执勤的一个时间也是有所规定的 可能一个月能参加两到三次活动 这就是我其实都是纯粹是靠我们的自己的爱好 兴趣来无偿参与的 现在我们是去口岸那边协助那些过关的人 去做一些转码的工作 在口岸之前我们最多解决的 首先就是居民过关 现在需要约康码和澳康码这样子的一个转换的程序 那么有很多澳门居民 他可能是第一次从珠海返回澳门转码呀 或者是内地的这种系统不太熟悉 就特别是像年纪稍长的长辈 普通话他可能听得懂或者他可能说不出来 他沟通起来会有一定的困难 现在是这个手机出了系统有点问题 他是点不进去了 就是我看到有个阿姨她非常的着急 在输入资料的时候有一格是怎么都点不进去的 就是身份证的 我可以用身份证的 我一天就用不进去的 当时这个阿姨她可能比较着急 因为有三四个人这样子 一个阿姨一直卡在那儿了 就以至于他们那三四个人一直都过不了那个关 那么后来我们就在口岸这边 找到一个专门负责这个这么一个警察同志 来帮我们解决这个问题 看到他终于顺利的转好这个健康码之后 我自己也是觉得特别的开心 特别的有成就感 所以他刚刚不知道他怎么搞的 帮我搞 如果是没有他们帮助我们 我觉得这很难搞的 不会搞这些 虽然我执行的一些任务 其实是很小的 但是成立这个澳门中队 我觉得是个衔接的作用 因为像现在慢慢的 有一些澳门居民来到了恒行 那他可能并不熟悉这边的一些法治啊 甚至生活 他可能也觉得融入起来 可能比较困难比较慢的话 但是通过我们这样志愿警察 就是他们就会觉得更亲近 他们就更愿意跟我们讲 寻求我们的帮助 参加志愿警察 我觉得对我自己是一个挑战 像我们的日常执行的话 其实因为就是天气非常的炎热 然后我们的制服也是比较厚实 所以我们就是在执行的过程中 整个里面的衣服全部都是湿透了的 一圈下来 整整一圈下来 可能会有几万步的这么一个部署 印象最深的 应该是恒行马拉松的那一次 我记得当时好像是七点还是八点 就正式开枪 就开始跑步了 那我们当时其实相当于是五点 就要到达那个区域去执行嘛 那我当时是凌晨四点的时候 就是天都不是说半亮 是天全黑的情况下起了床 整整一个上午 我们都是没得休息的 不是处于一个走或者站立的状态 就通过这种切身的体会 能感觉到警察这个工作特别的不容易 其实他背地里其实也是特别辛苦的一份职业 开兵 开心兵 累着 那我在目前这么多场的一个执行当中 吃苦耐劳的精神就更提升了一点 也是一个很好的开拓自己眼界的这么一个过程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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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我的主要工作呢也不是志愿警察 我实际上是在 医院合作中医院产业园里面工作 主要负责的是澳门的中医生 和一些国外的一些医疗人员 去进行一些中医院相关的教育培训工作 我是2010年去了北京中医院大学 在那边念的中医学 毕业之后就是也是机缘巧合 看到了一个中医院招聘广告 所以就过来这边了 那么现在三年过去了 真的可以看到真的是飞速的发展 就是很多摩天大楼拔地而起 在这个大湾区的概念提出之后 这几个市都连成为了一体了 想说在恒芹这边机会更多一些 我对现在生活挺挺满意的 我就希望说可以在这边 在大湾区这边找一个自己心仪的房子 织个业 就是更稳定 就是更有归属感 再来就是可能在志愿警察这方面 我也希望是可以参与到 更多的不同的活动 希望说用我自己的小小的力量 去做这么一个带头的作用 就是告诉大家 你们也可以放心过来